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这些天,习近平总书记接连回了好几封信 回信对象有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 有中国美术馆的老专家、老艺术家 还有参与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研制的澳门科技大学师生代表 他们虽然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 但都来自基层 在给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回信中 总书记还特别提到 他想起五年前和大家交流垃圾分类工作的情景 大家热心公益、服务群众的镜头 让自己印象深刻 这些话看得人心里暖哄哄的 总书记始终牵挂着基层群众 在这三封回信中 总书记谈到了垃圾分类、中国美术馆的建设 澳门科学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涉及到了各个领域 事无巨细 总书记都记挂在心 以小见大 这些所谓小事背后都体现着总书记的大考量 垃圾分类看似是小事 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 对中国美术馆的要求 也是对国内众多文化场馆的期许 关系到文化自信自强 而澳门科学一号卫星是澳门与内地科技合作的结晶 习近平主席勉励大家继续传承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会给各行各业的人们写很多封回信 总书记曾说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而这一封封情感真挚的回信 就是这句话动人的注脚